请在生命电视台 最慈悲的佛法就是 请在生命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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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给我们机会来跟各位接接员 讲讲一些体验 不敢享受佛法 还是一样 跟各位分享一些 我们去不担朝圣的一些情况 但是去别的国家 我们说就是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去学习别人的好处 然后希望在修行上帮助自己能够更进步 那我们去不担这个国家 我们都知道不担是谁的净土 莲花生大师的净土 因为在不担的一个地方 盖了一尊很大尊的莲世佛佛 因为莲世就是等同佛 然后莲世的预言里面 有没有有人听过 佛说 这个莲世说 莫法 什么叫莫法 当铁鸟在空中飞 然后铁马在路上走的时候 这个莫法就到了 莫法就已经到了 现在铁鸟是什么 飞机 铁马呢 就是汽车 火车 所以现在看得到了 已经 莲世的预言就已经讲了 那相对的 他说 那时候的人很奇怪 因为莲世有神通嘛 那看到那时候的人很奇怪 那时候年轻人 脚下都有四个轮子 然后四个轮子又有两个脚翘翘的 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 然后都可以滑来滑去 请问一下那是什么 滑板 滑板 现在电动滑板 有没有 现在不用用人了 用电动了 你站下去 然后用遥控的就可以带你去 看你要去哪里 带你去哪里了 越来越进步了 然后他就讲说 那时候的年轻人 只要看着镜子就可以 不用出门 都可以了解很多事情 请问一下那是什么 电脑 手机 所以说莫法时代的人 不会再修行了 因为 面对镜子就可以了解很多事情 然后心静不下来了 然后那时候人 成不成 成子不像成子 父子不像父子 因为 父亲会带着儿子去乱来 造恶业 不会儿子 被儿子管父亲了 不会父亲管儿子了 颠倒了 所以 现在已经是末法 那末法 更叫什么 佛罗讲的 末法更叫慈戒 如果你戒律不严 你就会很多的障碍会来干扰你 那相对的 像我们今天受八观战戒 一日一夜八观战戒 就可以让你很快的得到这些很短暂的时间 就可以得到很大的资粮 人天五报 起码如果发源去极乐世界 忠品忠生 所以 在末法 更要持戒 那再加句式 要懂得持五戒 五戒还没办法圆满 那起码 五条里面看可以守几条 就先守 因为五戒 只要守五戒的人 身体比较不会有生病 所以世间的人修行就最怕生病 哪怕你 你再会修 再会修 如果你生病了 叫你修禅修就修不来了 因为很多这些成就者 到最后一样到老的时候 气脉就不通 虽然年轻的时候修得很好 但老的时候最怕老 又怕生病 所以到最后就放弃了 没办法再持续的禅修 所以说慈戒 活着讲说慈戒是做人的基础 是离苦的条件 离苦的因缘 是生天的条件 是福报的来源 是解脱的基本 是菩萨的资粮 如果你不慈戒的人 你就没有这些资粮可以用 所以慈戒特别重要 尤其佛都讲了五戒 在家居士一定要守五戒 如果你没有守五戒 佛说你不是我的弟子 你不是我的弟子 所以佛开源说 如果你要成为佛弟子 在家居士起码要守五戒 所以要给自己机会 这辈子也要把五戒守好好不好 尽量的跟你 已经结婚的人跟你同修沟通一下 互相好好修行勉励 希望这条路才是正确的 不然人出生结了婚 不知道要干嘛 然后迷迷茫茫过了一生 然后牢牢陆路 到时候又去轮回生死了 所以生命是很短暂的 我们统计看看 你可以活到一百岁的几手 再来统计一下 你在座的各位 你可以活到一百岁的几手 都不敢拿手 不然你要挖到几岁 在西方国家 他们讲说 上帝很慈悲 我们说佛陀很慈悲 他说上帝很慈悲 每天他都同样给你 给你多少秒 八万六千四百秒 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 然后一小时六十分钟 一分钟六十秒 他把他说 佛每天 或者这些上帝 每天都拨八万四千 八万六千四百秒给你 请问一下 你又没有好好的 运用这些秒 一秒一秒一秒过去了 你到底有没有 把这些秒 全部拿来运用 有没有赚到 还是都全部亏损 全部赔掉 所以如果你一天里面 不会休息 你每天在亏损 八万六千四千秒 所以你看 这很可怕 用秒来计算 因为有的虫的生命 只有在秒之间 一出生就死亡了 也有像细菌一样 也有生物是一天里面就死亡了 所以人的寿命还不算短 还不算短 在给你真的活到一百岁 起码里还有三万六千个日子可以活 那三万六千日子可以活 你希望在这里面 争取来世的福报 生天的条件 刚才讲的 生天的条件 你苦得住原 做人的基础 那你更要持戒 所以五戒 持得好 有什么好处 我列给各位听 在 以前 在战争时代 我们就知道 日本被 美国投下两颗的原子大弹 原子大弹 但原核弹爆炸的时候 所有的众生都死掉 只有一种动物没有死掉 知道什么动物吗 吃草的动物没死掉 吃草的 核子弹的辐射线 没办法杀死一个吃草的动物 所有食肉的动物全部死掉 你看 所以你现在吃素 是你赚到还是谁赚到 大家赚到 如果有一天真的 不小心 又发生战争 你刚好在 在这个世界里面旅游 到最后 因为你吃素躲过的这一节 吃草的动物躲过的这一节 所以吃素有很大的功德 很多人把吃素 看得没什么 如果你用长期 进化自己之后 真的 你会知道很轻松 因为你的业在消 我们常在 常跟着食物去国外 然后每次在饭店里面 看到这些人一起做 做铜天梯的 铜天梯的 吃肉喝酒了 一起做铜天梯 你可以闻到他身上的肉味 动物的味道 这个人爱吃牛呢 你可以闻到牛的腥味 如果这个人爱吃羊呢 你可以闻到羊的腥味 或是这个人爱吃海鲜呢 你可以闻到海鲜的错味 整个细胞里面 全部都是这种 所谓的动物的污垢 很错很错 但是他们自己闻不到 就很奇怪 所以当你吃素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你自己提升了 你都不晓得 所以尽量鼓励人家吃素 吃素不是为了健康 而是真的为了慈悲 但是吃素有很大的善业功德 那相对的 如果你守五戒 五戒 第一个 不杀生戒 如果你杀业太重了 杀业太重了 一般都会影响你的肝跟眼睛 眼病跟肝病 有些眼睛不好 所以可能就是造成杀业的来源 过去的杀业没有消 或是肝脏不好 第二个 偷到 常犯偷业 就是你要偷人家的东西 这种业障没消了 常常会引起肺部的疾病 跟鼻子的疾病 还有所谓的淫欲 如果你耗瘾了 相对的肾不好 耳朵不好 那相对的 妄语 打妄语的人 会引起脾胀 跟蛇根 你的舌头会不好 你吃不到 人家吃东西 味道很好 但是 人家吃起来精心有味 你吃起来就是免疫味道 因为你的蛇根坏掉了 你的蛇根坏掉了 因为你常打妄语 常骗人 所以这个妄语会让你 这个蛇跟了叶 现前 最后你就没办法吃到 世间的这些 好吃的东西 种种 那相对的 所谓的第五个 不饮酒 犯五戒里面的 所谓的饮酒过渡 饮酒过渡的话 会生起什么 心脏病 跟口病 一般都会口腔癌 这种恶业会现前 所以爱喝酒的人 一般嘴巴都有口臭 像那个重一点 就是口腔癌 舌癌 或者牙齿癌 都有可能 所以我所讲说 五戒可以保护你这个身体 如果你五戒不守 你这个身体很容易就报销了 你要修行 让这个身体活更久一点 那相对的 你要累积质量就更大一点 如果你没有好好照顾这个身体 肉身 没有把它照顾好 那你要累积这个质量就很难 如果你今天生病 快癌症快死掉了 你会痛到快不行了 你还会来参加跑会吗 很难 所以身体的清安是很重要 所以修行佛法的人 要先保护这个身体 要照顾这个身体 要多运动 要多运动 所以为什么说 持戒可以让你身体健康 那也不见得说 你每天要去运动 叫你好好持戒 好不好 吃什么都会变成很好的营养 所以持戒特别重要 那相对的 五种情绪 五种情绪 我们的人有很多的直接情绪 你没有刻意去思维 你就没有办法发现它 所以有五种情绪 我练一下 第一个叫怨 很多人喜欢埋怨的 抱怨的 这个人什么不好 伤脾胃 伤脾胃 然后爱恨的 爱恨人的 恨心很重的 伤心 相对的 如果一个人贪财 贪财的人 心很黑 所以一样爱生气的 爱恨的 然后相对的 贪财的人都是伤心的 你的心脏会不好 然后第三个是脑 热脑 就是悲恼 懊恼 这个的话会伤肺 会伤肺 然后怒 怒气的 爱生气的 变成每天不小心 就爱生气的那种 就会怒火伤肝 所谓怒火伤肝 还有烦 烦就是烦恼恐惧 活在恐惧里面不安 所以烦恼恐惧的人 伤肾 相对的好色的人 也伤肾 所以这种是五种情绪 怨 恨 恼 怒 还有烦 这个都会伤我们的身体的 所以尽量的 让心平静好不好 如果你不训练的话 没办法 如果你每天愿意 花一些时间 早上起床 起床第一件事是什么 一个中医师跟我讲说 当你起床的时候 你还想会睡回容觉了 表示 你的胃还没醒过来 当你要 一个要打坐的人 一起床就要马上打坐的人 他说 要马上让你的胃醒过来 那要让胃醒过来 要多 要喝一下 早上跟外面天气 这个温度差不多的冷开水 或是温开水也可以 这跟外面天气 差不多的温度的水 那相对的喝下去之后 喝个500cc也好 马上你的胃就会 给他唤醒 唤醒之后 你就不想睡觉了 不会想睡觉之后 刚好拿来打坐 刚好打坐 因为 刚起床的时候 心会很清安 很清安的时候 你等 你等